猎豹和秃鹰,猎狗,狮子,争夺食物 看一看啊 这里面猎豹是最渺小的了 也是力量最弱的一个 这个秃鹫啊 成群结队 这是专门吃腐烂食物 看看这个猎豹一蹦 直接抓到了一个兔鹫啊 这一跳啊 真的挺高 猎豹呢是世界上奔跑最快的动物 所以说他的速度那没得说啊 但是个头太小了 这个狮子狩猎秃鹰 狮子的灵活度啊就差多了 没有猎豹灵活 看看 这爪子 相当锋利啊 远处的妈妈没有办法啊 只能看着花豹把小鸟吃掉 这只花豹太可恶了啊 狮子狮子狮小鳥成功 非洲野犬瘨瘟 疯狂的战斗 杀死 strategic 狮子王 看看狮子王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域 够敬业的了 太垂死挣扎了 结果被水牛再一次挑起来 这只水牛真的太猛了 这只狮子王死定了 我们看看强壮的水牛是如何打败狮子的 今天这群水牛相当的齐心 集体反杀狮子王 干的漂亮 这个狮子王直接过来就锁猴 致命的一击 强壮的水牛一吨多重 很难对付 他可以把狮子直接拖起来 也可以挑起来 这只牛角长得相当独特 很锋利 一旦被他的牛角挂住 那就是死定了 看看水牛反杀回来 营救他的同伴 这个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团结就是力量 干的漂亮 今天水牛群准备把狮子赶出这片领地 看看狮子王有点受伤 可以随便吃点草就可以了 这个狮子你让他吃草他也下不去 看看 直接挑起来 转身就走 这个水牛真的潇洒 漂亮 这个更狠 直接杀到水牛群里面了 这真是早死 被河马的大嘴咬住头 差点死去 看看精彩的动物世界 献给大家 这个狮子潜伏能力是真强 马上要接近河马 河马没拿他当回事 看这大嘴 相当的恐怖 一张开 下拳尺 相当的长 看看这累的只躺哈喇子 准备和狮子决一死战的 看这身上被咬的 左一块右一块的 河马的体力 看这样这只河马 凶多吉少 又来了一只河马 两只河马能安全一些 这只河马挺聪明 下水了 但是这水有点浅 石子王也参加了战斗 出来了 哇 这个聪明 直接干到水里去 爆集气 反杀石子 老铁们注意了 看一看 一口咬住石子的脑袋 漂亮 漂亮 子王的天 你能不能帮你 看一口咬住石子 看一口咬住石子 你能不能帮你 就差点了 继续 解订了 你能不能帮你